哈喽大家好,我是半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众来观战一下目前SE的爱哭鬼 这种方面的话,机械魔术咒术勘探员,这套这种打爱哭鬼 只能绕着打,什么叫绕着打呢?就是 有黑白双煞,但是不能正面刚 你但凡正面过来打架,这个国服第一爱哭鬼一定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国服第一爱哭鬼 就是只能是狗悄悄的牵制 这波火的话,磁铁一刀打中取消擦刀 这一波没什么办法,这波磁铁交还是不交呢?讲道理我觉得是该交的 但是刚好一个加速的话呢,卡在这个磁铁弹的时间范围之内 但也还好吧,毕竟不会直接双刀秒掉,就看这边的火能不能躲掉了 躲掉的话还行,因为这个闪现美好 所以这波牵制的话我觉得还能拖一拖,逼出闪现就可以了 因为前期其实卡在里面一个牵制能力也是不强的 具体给大家讲,这道阵容的话,如果说正面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机子一定不够,有个介石也不够 但是如果你狗着打,绕着打,是可以考虑什么呢? 三人开完战保平的 就前期如果说你真的牵制的比较好了 那你这边正面刚一波也就刚一波了 但是一般来说呢,闪现爱哭鬼打这道阵容 我觉得除非装魔术时,装魔术时是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第一波遛得特别好的 但凡是勘探或者咒术,那机械师的话就不谈了嘛 倒的会更快,勘探咒术上来撞脸的话 这两个人其实不会撑特别久的时间的 现在的话一分半 这个祭祷时间,我觉得穷者卡死就一波 或者卖掉都可以 卡死就一波吧 万一这边看待员也没有什么神发挥了 我觉得看待员卖了吧,卖了吧 不要过来了 想卡半旧,卡半旧就是给爱哭鬼真剩的机会 这个阵容卡半旧就是给爱哭鬼真剩的机会 因为这个阵容卡半旧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下一波还得救 想要通过这一波的一个博命时间 当然魔术师一边救的比较好啊 无伤救人 就想通过这一波博命配合下一波机械师的博命 可能机械师应该也是带博命的,我们看啊 机械师双弹,咒术师一般不带博命 那也没有下一波博命 我觉得拖不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波下一波救人 然后如果有博命的最好 没有博命的话就是通过勘探员也好啊 咒术师也好来打架 把这个机子盘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但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大家谁要来看一下机子 这个机子目前来看 确实差了不多了 但是你现在得派出一个人过来救人 剩下的人要修 呃,这个屁股是撑不到这个密码机点亮的 那你要怎么撑呢 你得是这边 呃,通过勘探员的磁铁 咒术师的孤 或者说魔术师帮忙扛刀 这一系列来 把这个密码机给撑开 可不可能呢 有可能 但可能性高不高呢 不高 啊 这边的话还好吧 我觉得最好的一点 这局对于存者来讲就是 魔术师两波救人 真的都没有给到爱哭鬼一点点发挥的空间 他两波救人 这个得看回放啊 那两波救人救的都很很恰当 恰如其分 就爱哭鬼这边其实是有双刀能力去秒人的 但是没有能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挂飞以后 求者的密码机差不多够了 差差不多 诶 这边的话没有修 对 救术师是拉开了 就这种局 如果说 为什么我不太看好求者像这样子来救呢 因为这种局大家可以看到 就看大约是不被挂飞了 如果说 这边的 机子没好 然后爱哭鬼刚才 如果能把这个魔术师也给秒人打一个双刀 是不是就击倒挂飞一个以后 我再挂一个 那等于说穷者后续要打的什么呢 是一个三人 一人压机 一人上 一人救人 不贴门的开门战 这种开门战爱哭鬼手里有技能 更多的是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爱哭鬼多抓 而不是那种穷者保平 但如果说刚才穷者这边选择是卡死救呢 我觉得机子可能 其实跟现在来比也差不多 但是 他们如果 就不会倒的那么快 不会倒的那么快 就这个 这波跟这个就是 咒术师这波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刚才那一波 一轮 整体上面来讲 是这个魔术师两波救人救的好 但这种救人救的好 并不是说每次都能救的这么好的 你但凡 这边出现了那种救的不好的 比如前面 第一波魔术师吃一刀了 这魔术师是不是救不了人了 那你后面要 你既然卡半救了 后面一波 你既然是要想要去争设 你得再来救一波 再来救一波 比如咒术师来救 咒术师又是个白板 一火一刀秒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现在的话应该是打成一个爱哭鬼 宝瓶真胜 但这个宝瓶是可以有 真胜的话呢 就不太好说了 球者这边的话 魔术师点上门 爱哭鬼有滑板 往前冲 能拦住这边的机械 是吗 似乎可能性也不是很高 这局的话 没有太多的一个波动点的原因 就是规格结底 就是魔术师那两波救人救的好 因为我一直在给大家讲 我没有特别细看 魔术师到底怎么救人 我觉得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细节 比如它怎么绕过来什么的 感到不及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再回去看一看 拜拜